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行行行,如果听不懂,或者需要我用广东话重复的话,可以跟我说 我们知道拍摄影就是光是最重要,没有光,你看没有光,什么都拍不到 所以光是很重要,有了光,才有了那个影像 我们今天讲的是影像是室内的颜色光,而不是自然光 什么叫自然光呢?自然光就是太阳主光,所以叫自然光 我们现在有这个可以控制的方向,可以叫做颜色光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说,怎么用最重要的雾灯,怎么样才创造出最好看的光 你看,很多人会觉得我家里没有很专业的器材,那怎么办呢? 其实,你这里有个台灯,或者有一些很简单的灯,都可以,就单身一个珠光,一个蜡烛的光,都可以拍人像的光 就是问题,你要懂得怎么样去安排光的方向,怎么用光就可以 所以,我今天讲的就是说,用最简单的方法可以起到最好的作用 那我们,你看,一个灯,我们平时拍照一般都会喜欢用三点曝光 但有时候一只灯就可以做到很好的效果 那,我们最重要是知道光的方向 如果我们平时相机的,相机的那个闪光灯是直接打的,你出来的效果是这样的 你们可以看到,就是这里来的时候,光是正面,你的照相机是直接打过来,光是这样的 你可以看到,光是非常均匀,你看,没有阴影,但是呢,我们会觉得比较平 平,平就是立体感不够强,那我们通常会用什么方法去解决呢 有时候你看,我们一提高,看到没有,就是一光有一高,你看到没有 这个是以前的好莱坞那些明星最喜欢用的 就是你从高处,这个高度一高下来,你看到没有 它有一个影子在下面,马上研究立体了 你看这两边,那个shadow,那个阴影可以马上显瘦 这个光源从上面,从顶部下来的时候,它就会非常好看 啊,那个,我们,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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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比一下,这个是相机集结出来很平,一看出来,马上,效果就差别很大了 啊,非常有,有,有效果的啊,但我们从这个打的时候,我们要,呃,要避免就是,不要挡了自己的相机 啊,通常我们打当的时候,就从,从,就是,上部一下来 你就看到,它有一个影子在鼻子,鼻子就像我们所说的叫,像一个蝴蝶一样,叫做蝴蝶光嘛 就是,呃,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立体感 那我们有时候,最常用的是缺光,缺光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这样缺的话呢,它那个,一边亮,一边,那个,暗 这样也会有,创造一种,戏剧性的一个光源,就是,呃,它,它不会太平,也,也会有影子 但,问题就是说,高度,就算你看了,看到没有,它那个高度,也非常重要 你要是平时的话,它那个,那个,那个,那个影子就在旁边,你再高一点的话,你看,也是 所以我们通常,不断的时候,灯都会从上面去,往下 你可以看到,你看到没有 从,我这个角度大概就是45度 啊,啊,啊,45度,你,你,你,光过去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这个,这个脸这边,是一个 三角形,就是导的,三角形 这个,这个光源是最,呃,呃,我们平时是最常用 而且非常经典的一个,一个部分 就是以前,五点油画的时候 伦伯朗,他们那个,就是,画的油画,都是这样布的 就是,从,从那个,那个,顶上,下去的时候 你可以从它那个脸上,啊,看到有一个,到三角 啊,那,我们一个灯的时候,就是,你可以,就是说,随便,随便转换 那,你可以创造不同的效果啊 那,这种,九十度的光,这种光呢,就是,很有戏剧性的 就是,呃,你看到那边传黑的 你可以看到,这,脸是这边 这就会,或者你,你,这边,从,从这边过来,你看 可以看到那边是传黑的 对吧 这种,这种光是,呃,有时候我们是要,呃,是拍一种很特殊的效果 ok,呃,那个,如果你们拍,拍照的时候,呃,提高,把那个ISO提高一点 就是,速度快一点啊,这样的话呢,就,因为我这个光是比较弱啊 把ISO提高,提高那个光圈开大一点 然后,然后你,然后用过来直接拍那个特殊 通常这个直接拍特殊拍手像 就,你就,你可以拍到那个好的效果啊 那,九十度光的时候 我们,这除非是,你,你想要种很,呃,那个戏剧性的一种效果 电影效果啊,才会这样不得 啊,还有一般,男,拍男人 那个,拍那个,面 就是,才会用这样拍,因为 我们这样打光的时候呢,他那个脸上会有很多那种 那个毛孔都会看得很清楚的 所以,这样打光的话呢,呃,你男性看上去会很刚强 啊,而且那个,呃,看,他那个立体感也,也会很强 但是,就是,女性朋友拍的时候 他就,你就会显得不够游和啊 你看,我顺便讲一下 这个叫,后面这个叫,那个,轮过光啊 这个轮过光,通常我们,呃,都会用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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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会用轮过光啊 那,如果你,你,你,既有一只灯的时候 你,你,你,你用轮过光,前面是没有用的 因为,前面全部都是,全都是,全黑的啊 你看到前面,基本上没有光,所有的黑 但是你可以看到,从,从,那个两边,还有头发 他都有,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轮过光 这种,就是,有时候我们是,呃,就是创造那种逆光啊 这个光,通常我们打轮过光呢,都会比那个主灯,还有那个副灯都要强 就是,要强,加强一点,呃,也可以,就是说,我们主灯用那个油光,油光布啊,用灯啊,去令那个光很油 但这个副灯的话,这个,这个轮过光呢,就可以直接用很硬的光去,去打 这样的话呢,就显出,它那个光,那个轮过那个光的,光的轮过线,就会很明显了 但是呢,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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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的时候,如果,如果,如果,它的头发是黑的 这背景是黑的话呢,如果你没有轮过光的话呢,它那个头发,脸,跟那个,跟人,跟那个背景 都是那个,站在一块,都是,呃,没有分开出来 但如果你一加了一个轮过光的话呢,它那个,一条边线,就会跟那个背景分开啊 那,我们一加了,一加了这个,呃,这个,主灯再加一个轮过光的话呢,它就会跟那个背景分开出来 呃,ok 那,我们就是,呃,用这个,呃,布灯的时候,我们通常就是,呃, 有两种,一个就是硬光,一个是油光 硬光就是,呃,那个,我看这个 ok 这种就是,呃,俗话叫裸灯,裸灯就是说没有加任何那个,油光,就是没有加闪啊,没有加油光香啊,这样,这个裸灯就是,你看到可以看到去,会很硬,但是这个光很强 啊,这个光很强,但是你可以看到很硬,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个,呃,反光,脸上的反光啊,还有那个影子,全部都会很硬,啊,这种,呃,我们就会,呃,平时都拍原相就不太喜欢,因为这个就像那个,呃,很强烈的那个,那个太阳照着一样,就,它会有个很硬的那个,那个影子 啊,呃,你看,呃,你看,如果我们从靠近那边看,影子,它那个,那个,那个,你看那个那个影子,是很,很硬 这样的话呢,效果是不是,不是太好,呃,呃,呃,除非你是拍那种,拍男人,呃,就故意要让他很,很,很硬朗的那种效果,才,才会用 通常我们是,嗯,通常我们是,嗯,嗯,嗯,通常我们是用这种伞,这个伞,一加上去,你就可以看到,效果马上会 看到没有 一加了一个伞 它马上很融合 光看上去 你对比看到没有 它那个影子马上会好很多 这个我们用油光箱 可以是用伞 用油光箱 或者那个 用反光板也可以 我希望一下用 比如说这个 是我们最常见的反光板 那 有时候我们没有伞 其实那个伞是很便宜 不方便 我是最常用的 因为我经常到外面去给客人拍的时候 你带一个油光箱是比较麻烦 但带这个伞就很很容易 所以这个伞也很便宜 也就是十来块钱一把伞 所以这个伞是最好用 也最方便 另外有一种是打开是 是反光的一种 这也是我最常用的一个反光伞 最多伞呢 就是反过来 从这边来 看到没有 它的道理是一样的 是道理是一样 只不过是刚才是直线 这个是反射光 就是你用那个光 就是让它更油和 而不是直接打上去很硬 除了这种伞 还有油光箱 这是那个反光板 你看到没有 这不是直接打上去 而是那个反光板一反射过来 它马上也会很很油和 它那个光线 你可以用这个反射光 你可以看到光线也会非常油和 这个就是有时候 我们没有这种很专业当的时候 你在这里拿一个台灯 放的都可以 就可以让它更加油和 就是让那个光线不会太硬 另外一种就是比较简单的那种是牛油纸 我们不知道你们就是有没有有接触 就是一种半透明的纸 你可以蒙一块布 当然这个这种太热就不行 那种如果你是奥一段 那种很浓一块布就可以让它更加油和 就是我们就是要明白为什么要加闪或者加油光箱 就是让它那个光线更油和 又出来的效果会更好一点 我们是不是 我先讲完之后 然后再让你们一起再练习再拍一下 我就快一会讲一讲 然后我又忘了我要讲是什么 那我先讲完之后 然后你们再 我在安排这个当局 然后你们再拍 OK 那我们那个用这个灯的时候 我可以就是说还要讲一下 那个 我们有时候为了创造那种有一种就是艺术性的效果 比如说我们也会加一种色彩的就是类色片 那 那 我先放过去 好 好 这是一种很简单 就是你家里随便能找到的灯都可以用 你可以随便找到什么样的灯 只要你能找到可以用到就好 比如说我刚才说那个轮廓光 这边是在这里轮廓光 你看主张是在这边 主张是在这边 那轮廓光你看马上就是他那个头 头发跟那个背景 就马上就可以分开出来了 如果你不要的话 没有的话 或者这边再释放一下 你看这边 你这边会更明显一点 你看头发跟那个背景是粘在一块的 这样看上去就是 不是说这样不行 有时候我们是故意拍成这样 就是为了突出这个脸部 但有时候我们要想把那个人 跟那个背景脱离出来 就是加一个那个轮廓光啊 这个轮廓光你可以是从那个顶部 顶部的话你从顶部的话呢 他就会连两边的肩膀 还有头发都会照亮 这个轮廓光就是很全面 就是两边的 但有时候这个就是要一个很高的高的位置 有时候你可能要一个很高的机架 或者顶身的机架 才可以做到就是说一个一个从顶部去 所以我们如果实在不行 我们在在家里的时候 不能上面没有的话呢 我们就从车面 车面的话呢 这个就是让他那个 这个轮这个轮廓这边 起码有一边是 跟那个背景脱离出来 那个有时候这个轮廓光有时候 我们不打那个在摩托身上的时候 如果是背景是有颜色或者浅色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会打在那个背景上 你看如果像这样的话 我们就是把那个轮廓光打到背景 然后他也会跟那个摩托分离 就是不会粘了一块 通常这样打这样做的 不会打在黑背景是通常是浅色的背景 白色或者那个浅有颜色的话 那你打个背景灯 就是他就会把那个摩托跟那个背景分离出来 当然了我们最常用的还是从后面 背面顶部或者这样的话 他就会脱离出来 那我们再讲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复灯 就是复着光 那我们通常都知道 这是主灯 在主灯的时候 最主要是把人照亮 那有时候 我们照的时候 我们发现那边 那边的脸 那个影子 觉得那个太 太深了 那我们就是加一个灯 加一个灯去 让它减弱那个影影 就是据弱那个东西 可以吗 会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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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 这时候 会不会 谢谢 我们这个主灯打过来这个时候 我们发现觉得这边影子是深了 我不想有那么强烈的效果 我觉得这个影子是不好看 我们通常就是你看加一个灯过去 这个灯一般就是说比那个灯弱一点 因为如果两个都强的话就平了 但我这个灯弱一点的话就会减轻了它那个影子 就是主灯照亮的是这边 然后我这个副灯就是那个减轻的影子 就让它就是说不要太黑 那这个输出的功率一般是说2比1 就是说这个是100这个是50 那如果你那个灯是不能调 不能调那个功率输出的功率 我们闪光的灯就可以调功率输出功率 那这种灯不能调的时候 那怎么办呢 那其实你就你看 拉远一点 靠近一点它就强一点 厚一点还弱一点 非常简单 这个强弱你就根据那距离 你一靠近一点它就强很多 你一厚一点它就弱很多 但是你不要你看 看到没有 你不要的话呢 它马上都很黑 你加上去 它马上就会就是减弱 那个很深的那个影子 所以你根据你的需要 我需要那个强一点 那亮一点的 那你就可以靠近一点 如果你实在不行的话 你就拉后一点 它就会减弱一点 但会比没有强 你看一加上去 马上就有很强烈的效果了 那如果你是用闪光灯去拍 你就可以根据闪光灯 调那个输出功率 那就更方便 就不用调那个距离了 你看我在讲一下那个轮波光 就是这个阻挡在这里 能够光 你看一加上去 它这个发型 这个出来的效果 是马上好好的 就跟那个背景是分离出来 如果你那个是浅色背景的话 也可以打后面 打后面的时候 它也会可以跟那个背景 因为头发是黑的 深的颜色 那再讲一下 这家就是那个其他的 那个刚才有有一个有一个同学就是问我那个我那个 是怎么拍出来的 是怎么拍出来的 这个你看 这个你看 刚才我就是用这种 撕片 很容易买到很便宜的 几块钱好像就有一个 这个就夹在那个灯 在那个上面 你夹的时候你看这会创造一个很很很很梦幻很很很戏剧性的一个一个光源啊 这个这个光源就是你看 如果你这个是暖的光 这个冷的光呢 一暖 冷暖一对比 它出来的效果非常非常好看 有点很有戏剧性的像舞台剧 那些什么 那个那个光源 而且还非常有很很很梦幻的感觉啊 这个就很简单 你就去买 去买呢 编曲也有买就是 嗯 好像十几块钱就有很多片的了 这种颜色都有的 就是你把这个色彩片放在那个灯上面去 你就可以创造不同的颜色的光 你看就是你可以不断的去变换啊 那个出来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啊 你需要好像我那个一次我是左右一一一一边蓝色一边红色就出来的效果就更更更更更更那个色彩会更丰富啊 所以更有一种戏剧性效果啊 我们这个这个是很便宜的这个这个是也很好用的这个东西我们都都会看到是 在在室外啊有时候这个反光啊 太阳光很强 我们都会 啊 拿这个当反光板就可以减轻那个影子啊 可以照亮那个脸啊 这个 室内也可以用啊 你看 我们刚才是用灯去补光嘛 用灯去补光的时候 你可以很明显就看到它那个反光的效果啊 那我们现在没有没有没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这个 但是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很弱 但是它有效果 你看 你看看 看到没有 没有 这个有 看到没有 它是有效果的 但是这个是很弱 因为它不是光源 它是反光 所以这个这个起到作用 就是说 也可以起到反光的作用 但是它很弱 但也可以会减轻那个影子 你你你你玩的没有的话你看 一加上去 就马上会 你会看到 啊 它的影子减轻了啊 这个呢 除了拍颜色 我们拍金屋 啊 有时候我我我想拍金屋 有时候也是需要用这种反光板去反光 就是 把那个影子减轻一点啊 有时候我们看到那个那个影子太黑了 如果我们拍金屋的时候啊 啊 也那个那个影子里面的细节全部都黑了 看不到 一加 这个反光板 它马上就细节就出来了 这个 这个 是非常有效果啊 最终把 不一定有很专业的那种 平时我们那个 那种垃圾的那种 塑料的那个 塑料 白色的塑料片 都可以的 反光就行 白色的就行 啊 当然如果你是 红色的 就是有金色的 它出来效果也会 红色 或者金色 所以 我们尽量 大部分都是用白色 白色就是反光出来 就是说 它的光是怎么的 就懂了 如果这个当是红色的 反光出来 反出来也是红色 蓝色的光 出来反射 也是那个 反射蓝光 啊 所以我们有时候 啊 那个 啊 用板 就是用白色板 就把那个光源都很真实的 反射出来 啊 如果你是用的是 这块板是红色的 它出来的 就反光出来就是红色的 啊 那 啊 我们用这种板 用的最多的是什么 是什么时候呢 啊 通常是 在下面 就是 下巴下面 就是让它那个光 是让那个下巴 啊 或者那个下面的影子 就不要太短 所以他们通常用的时候 是这样 啊 当然了 我们 通常是用几个灯的时候 它 它 这个光 就是说 把下面 影子 剪清 但通常 这个是拍头像 才会这样做 因为如果你拍 拍半身或全身的时候 这样就 就不好看了 对吧 但通常我们 有时候说拍头像 就是 它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把下面最最最最低的地方 可以减弱 啊 这个 啊 很好用 啊 你如果你是用这种灯 它的光源就比较弱一点 但如果你是用闪光灯 或者 那个很强的微信灯的话呢 你就算你软一点 它都会有效果 但如果 实际不行的话 你就靠近一点啊 你靠近 可以看 马上 感觉到 它那个 影子 清了 它的影子是清了 没有 没有很 很黑的那种感觉了 你 那个暗部也 也会有很多细节 那毛孔都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 不是这样的话呢 你毛孔是看不到的 你就要你肉眼看 都看不清楚的话呢 你像一拍出来 它那个影子里面都是黑的 所以 这一加 你看 马上 出了效果的啊 它的就是减轻了那个 下面的影子啊 这是通常我们 我们 补光最常用 最常用的一个方法 这个就是不用 不用 用 加灯了 如果你加灯的话 你看 你就 你看 这个 这个 加灯 它就会太强 有时候 你 你 如果 像 可以调整那个功率的话 你捞一点 它就会减轻 下面那个 那个影子 OK 我们 我们 要强调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打光的方式是非常要注意的啊 你看 这种叫顶光 你看到没有 就是 十二点钟的太阳 什么叫十二点钟 为什么我们 一般很少会 在中午的时候去 到外面拍 你看 它就这样 你看到没有 它的影子非常强 很强 而且那个光是在 刚好在头顶 这个时候 你看到脸上 一块一块的 影子一块一块的 这个时候 就很 很不好看啊 所以我们 一般 尽量 此外的话 尽量避免 不要在十二点钟 太阳下面去拍 如果 你看 如果你是 那个 下午四五点 那个太阳还没到时候 它的光是这样的 所以 尽量避免 我们 室内 此外 都避免这样去打光 但是呢 你看 一拿出来一点 马上 这效果就 就很不一样了 对吧 这个前面的光 就出来的效果 就非常非常好看 那尽量 一定不能在顶光 这顶光就是从顶部啊 那 还有一种 一种不能用的 尽量少用啊 就是这样 这叫鬼光 我们 我们 我们经常看 看那个恐怖片啊 鬼光 就是拍 鬼片的时候 都用这种光 你看到没有 一定 一定要 不能这样用啊 我 我用的意思是 是 是 用这样打光呢 是什么呢 我是 我拍那个 我那个 我女儿 在看那个书 然后在书里面 放一个灯 她拍出来就是这种光 因为 我那个主题是 那个 那个恐怖的 恐怖故事片 就是说她看到 就是 就是她 书里面有光 发出来啊 然后呢 那个就是好像 那个 书里面的故事 跑出来了啊 所以那个光是从 我是 把那个书 那个光 那个灯呢 藏在那个书里面 就是这样 这样的话呢 感觉很恐怖的感觉啊 这个叫鬼光啊 我们尽量一定要避免啊 一个是避免是这里 是顶光 一个避免是 下面从从底部出来 这个是 是一定要 要注意 这个是绝对不能用的 除非你是 为了 拍恐怖片啊 拍 拍恐怖片的时候 我们还可能要 要加一点那个 蓝色绿色啊 那个 让它更 更恐怖一点啊 所以这个 啊 我们 现在来看一下啊 这个 你 从 正面 是 我们平时 就是 闪光到这个时候 那个光 再高一点 是这样 然后你可以看到 啊 我们 顺着过去 你可以看到不同的效果 我们就是 一直到 光源的方向 你 才会 懂得 那个 一过来这里 就成了轮过光 就是 后面 这边 就成了轮过光啊 从这边来 才是那个 那个 正正确 那个打这个方向 主灯 跟副灯 我们通常 通常 通常都是 45度 什么是45度 就是 这里是正面 这是零度的话 45度 就是 就出面 无论这里 还是那边 45度 这样的话呢 它会 立地感会更强一点啊 我们有时候 怎么样去 这不 那个不 那个主灯的时候 怎么样才知道 是 是正确呢 有我们就看 那边的脸啊 这边也 也一样 就是说 你看这里的时候 就尽量看看 脸上那个 那个三角形出来 没有啊 如果三角形出来 那这个光是非常好的啊 但如果 正面的时候 你就通常 正 从底部 这个正面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就看 鼻子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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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那个影子是对称的 这样 就是说 这个光 跟那个鼻子是 同一方向 这个光是 就已经 就是非常好的 我觉得 一个光源 但是 啊 这边的时候 我们 就算是打 90度的光 你 你从这边看的 你就会看到啊 这边的脸 只有这边的脸 是 是亮的 但我们也 通常也 也会高一点 四位 四方高一点啊 就是 啊 一般都会比模特 高一点 这样的话呢 他那个 那边的影子 才会 降下去啊 这种 叫阴阳光啊 就是 一边 一边亮 一边黑 啊 我们 除非是 要特殊的效果 才会这样用 我觉得的话 一般 那边都会打 打那个 打那个 曝光 那 如果 光源 都在这里了 啊 我们拍了一个这样的效果 那个 啊 我不想 转 转变那个灯 那怎么办 才可以拍那个 那个摩托呢 OK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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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没有 刚才 刚才那个光 是 90度 然后那边脸是黑的 然后 你就叫模特 转一点点 看到没有 那边的脸啊 我的灯没有 没有改变 那边脸 马上就 亮起来了 所以我们有时候 不一定 一定要改变 灯的方向 啊 可 其实就叫模特 转一转位置 他马上 效果就看到了 你看 他头 稍微转一点 那边的脸 那边的脸 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啊 可以真的 摸在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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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看到没有 那边的脸 可以看到 这样的话呢 他 这边的脸 就会更更清晰 你看 几乎就是说 都能看得清清楚了 就是说 光源的方向 你还不动的时候 其实你就 安排 模特转一转 方向 他出来的效果 就非常好了 啊 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是 要掌握 掌握光源的变化 比如说 呃 室内 我需要那个 窗户光 那个 你要知道窗户是不能挪动的 就在那边 那你就安排 模特转过去 啊 面对那个光源 这样的话呢 出来的效果就 非常好了 啊 我们要尽量 拍多点效果 一个可以就是说 啊 90度的 就 还是那个方向 拍一种效果 然后45度 啊 拍 然后再转过来 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丢到 呃 这种光源 那 在那个那个出来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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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就 示范一下就是最基本的曝光就是三点最常用的啊 三点曝光就是说一个是主灯一个是副灯还有一个就是轮波灯啊 嗯 嗯 你掌握了这三种步道方法就是你拍什么都没问题的啊 啊 无论你是拍车光就啊 啊 还正面的还是反面的这个啊 呃 呃 无论你用晒光灯还或者用用无视灯还是一些家里简单的那个器具都都没问题 所以三点曝光是呃 呃 人像 人像摄影最常用的一种补灯效果 当然了 呃 你还可以用四盏灯 五盏灯 六盏灯都没问题 就是说比如说我要把背景要打亮 或者那个呃 用一种特殊光去照照照照照照 那个都没问题 但我们现在就学了最基本的三点曝光就是用三支灯来来做出最最理想的效果 我现在就是现场现场来示范一下 这个是无视灯 这无视灯呢 就是 呃 以前还没有闪光灯的情况下就飞银 我们拍飞银的时候 还没有闪光灯的时候 一般都是用无视灯 就是说 以前那个那些studio 基本上都是用这个 谁飞银 啊 一般都是用无视灯 无视灯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的光源很稳定 呃 我们不像闪光灯 我们 呃 闪光灯那个拍的时候 你要掌握速度的功率 还有掌握那个 闪光灯那个距离 呃 这种灯你可以直接看到效果是怎么样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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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设定为主灯啊 呃 平时 我们学会在拍摩托的时候 我一般都是用两只灯一起 为什么会用两只灯呢 就是希望它更强一点 啊 然后 这个这个灯就是说 主灯是效果就是说 打在这里 是那个主要的光源 然后 副的光 就是 嗯 嗯 啊 那顺便也要讲一下 这个 按照 这个机架 装那个灯的时候 你买这个伞的时候 还必须要有这个机架 这个机架就是 那个 插那个伞上去的 呃 呃 我这个灯是 打轮过光 轮过光是 通常我刚才说的 就是用裸灯 裸灯是什么呢 就是不用加油光枪 直接打 这个光是很强 就是比主灯还要强 这个主灯 是为什么会比主灯强 它就是 只是为了照亮那个轮过 就是让 让它跟那个 背景分离 啊 如果我们是浅浅那个 浅浅背景 你看我们打到那个背景上 它也会很很一个 就是照亮背景就是跟人 去分开距离了 啊 如果我们打轮过光的时候 就是把那个灯 打在那个 后面去 哦 这个灯是新买的 哈哈哈哈 然后 等一会再用 现在我还不知道 现在我还不知道 平时学会拍摩托那些灯 都是我带来的灯 所以这个这道道是新买的 我还不知道是什么回事 一会再看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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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阳不能在顶部 通常我们拍照都喜欢在下山前几个小区去 这个时候太阳下山的时候 太阳照在这里 这个是轮廓光 我通常就是安排他们背对太阳 太阳照在后面 然后前面太阳黑了 就是有时候会是那个用反光板去照亮那个脸 要不就是用用闪光灯去照亮那个脸 这样的话呢 你就会有一个很漂亮的明镜光 有时候有时候太阳照在那个头发上 它会发亮的那种 这个我们在那个视频的时候 这个灯不用有光闪 目的就是加强它那个光 让它那个轮廓更明朗一点 那我们这种灯的时候 你看 主灯 副灯是区别 这个 你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自己在这里自己拍的时候 我们可以从 你看 我在这里 我的闪光灯就在我 那个相机就在我旁边 你可以看到 它的影子是在下面的 看到没有 比起那个影子 这个呢 你可以看到 是不是瘦很多 是不是瘦很多 对 你也懂得 光源可以令那个人瘦 除了你化妆的时候 可以 当然你可以剪完肥 也会瘦很多 但这个光源一打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它的脸 看到没有 它两边这个脸 有影子的时候 它就会瘦很多 但是呢 为什么我们学会拍的时候 很少用具桶灯呢 因为我们是很多人一起拍 如果我在这里的话 你全部都挡住了 所以在家里的时候 你在家里拍的时候 你可以就是说正面 正面在高处打的时候 一定要是灯跟笔子是平行 你的相机是在我旁边 这样打过去 你看它 左右对称 就是脸上它的两个影子都是对称的 下巴就是 比起下面这里是一个好像蝴蝶一样的一个阴影 就是最好 非常好 好人物的明星都经常都会这样拍的 这种光 对 然后我们 用的比较多就是说 这种 45度 45度 你可以看看 降低的灯 如果我们平行的话呢 它那个立体感又弱很多 所以我们通常是 把那个灯打高下去 影子 如果你平时的时候 影子是在这里 你要降下来的时候 那个shuttle是在下面的 那个影子可以下来 所以我们通常的是 45度以后 从高处打下来 这样 它那个光源是从这个就发现过来 所以这个时候 它的立体感是最好的 最强的 我们觉得是最理想的一个光 那 你可以看到 这个曝光 你可以靠近一点 更远一点的变化 因为这个是不能调节那个功率 输出功率 所以我们只能是近一点 拉近一点 厚一点 你看 如果我不需要那么强的 你看 你要厚一点 它那个鼻子 那个影子 是很明显 这里 是那个 黑很多 但是它又不是传黑 刚才是传黑嘛 所以我们就是根据那个距离 就可以调节那个功率 有时候没有 你看 没有的时候 它就会很黑 那我家里只有一个灯 那个台灯 这个台灯就是说 你什么样的台灯 你读书 或者你平时在那个家里的一种台灯 都没问题了 只有一个灯的时候 怎么办 就是拿个板子 就是 看到没有 这个板子 一放旁边 我们现在是拍头像 原像 如果你拍船身 那这个反光还是不够 一靠近 它马上就减轻了 但如果你 最我 建议就是说 可以的话 尽量加多一个灯 这个灯一加上去 马上效果就会 好很多 但 如果 如果拍那个 拍美女 通常 我们都是建议就是 灯越多越好 因为 它那个影子太多的话 有时候 它们 就是光源充足的时候 皮肤会滑很多 这是 我们拍那个 美女跟拍男人的区别 拍男人的话呢 我们可以 光可以硬一点 也可以少一点 让男人拍出来 刚强一点 有时候 我们拍那种 肌肉男神那种 脱了衣服 脱了油 那你 把那个光全部都打得平的时候 它那个肌肉一点都出不来了 我们 要 就是说 要把那种肌肉都拍出来 一块一块一块的话呢 你就 灯越 越少 越好 就是 就是 用一盏灯 或者用更硬的灯 就拍出来 它那个轮廓 就 那种 肌肉男神 就是 会 很 很 硬了 立体感会更强 拍美女就是不一样 拍美女就越油 越好 光线越油 还有越多的时候 它的皮肤会更滑一点 这个就是 你 差别在这里 那 对 我不知道还会不会冒烟 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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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档不光就是 一二三 三个灯 这个光 你可以在这边 你也可以在这边 一样的 你 如果可以的 你可以 最好 就在 从 顶部 这个顶部就是说 有一种 机架 是可以 放上去的 这样的话 就是 注意理想呢 就从 它那个 头 顶部 这样 它是 头发 两个肩膀 都可以 拍出很 很 很 很好的 轮廓光 那实在 没有人 就要帮你 你没有住手 也没有 这个 机架的时候 你就可以放下来 你看 你 机 你只有一个人的时候 因为我经常也是 自己 自己一个人拍的 在家里 那所以 你看这里 那只能就照亮一边 那边 那边照不了 那也没办法 也没关 多个也没关 你看 只拍一边 就 起码 它就 你 从正面看的时候 它那个 发型 那个 光线 马上出来了 还有 这个 那一边 这起码 就是跟 背景脱离 我们 目的就是 要 那个 背景要脱离 对起来 就是 让 那个 呃 主要是 就是 那个 有一个距离感 那 如果是黑 在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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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上去 它就白了 然后 因为 头发是黑的 它也会 产生那个距离感 这样 那个 距离 会变 变得更 分开 就 也更 背景 不会站在一块 所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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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点曝光 就是 最 最 最 基本 最 基本的步道 现在 还有 什么问题 你可以 那个 问 现在 提 提 提 可以 提问 问题 这个 主 灯 一定 副 灯 的光 要 强 对 呃 如果 以 主 灯 跟 那个 灯 是 一样 那就 那就 没有 主 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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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 那 跟 就是 说 跟 那个 平 平 光 没有 什么 区别 我们 我们 这个 主 灯 为什么 要 强 一点 就是 呃 要 看 上去 产生 那个 立地感 如果 像 那种 影楼 你们 拍 婚纱 照 一个 灯 它 就是 两边 都 灯 一模 一样 打出来 脸上 一点 影的 都没有 就是 它 就是 我们 所 说 的 很 平 啊 但是 啊 但是 我们 就是 需要 有时候 就 需要 那个 光 就是 密 体 感 就是 让 看 上去 更 更 好 看 一点 更 更 更 好 看 一点 更 戏 性 一点 啊 你 那个 啊 呃 通常 主 灯 跟 副 灯 的 那个 那个 光 比呢 就是 呃 很多人 说 1 比 2 就 100 就是 100 这个 是 100 那个 是 50 就是 减弱 但 这是 通常 都是 用 散光 灯 才 才 这样 说 的 那个 这个 没有 分 那个 多少 那 只能是 拉 对 或者 那个 或者 这个 主 灯 说 你看 这个 是 主 灯 我们 通常 用 的 时候 是 这样 我们 通常 用 的 时候 是 这样 在 这 时候 会 里面 开 的 时候 是 这样 打 两个 灯 这个 就 呃 这个 就是 呃 这个 就是 你 马上 你看 这个 是 强 很多 这个 主 灯 强 很多 然后 这个 副 灯 马上 就 弱 下来 然后 我们 这 后面 再 加 那个 呃 加 一 盏 灯 或者 其实 其实 就是 说 还是 三 盏 三 盏 曝光 但是 这个 就是 我们 这 要 接 多 一个 那个 那个 轮 磨 光 就是 你 可以 轮 磨 光 可以 这边 打 一个 可以 这边 打 一个 也可以 中 中 间 打 一个 我 呃 要 要 学 会 还 有 还 有 一 套 灯 所以 通常 我 都 会 在 这 边 打 一个 在 这 边 打 一个 那么 就 所有 轮 磨 光 就 打 到 这里 呃 如果 有 那 简 背 你 可以 从 上面 有 个 机 戒 都 下来 的话 那 你 你 那 你 去 打 一个 灯 就 可以 把 掌 得 照 亮 那 没有 那 随 方 下 就 左右 打 你可以搭上一点吗 不好意思 你看对这个很好的问题 你现在在2比1 但是你要知道这是加了油光散 马上又很多的 这个就是 就算这个1 这个是50%这样吧 这个是1比2这样的比方 但裸灯 就是没有加散光热灯 它本身同一震灯的时候 它就强很多了 对 所以这个 为什么我们打这个灯的时候 不加油光散 就是让它更强一点 这个灯 你可以就是 刚才我还没有加油光散 直接打的时候 它就会很强 所以这个就不存在 要光比的时候 你不加油光散 它本身就已经很强了 所以这个 在光比上主要是 副灯跟主灯 后面的轮波光一般都会比前面两个灯都要强 还有问题吗 你刚才说男人跟女人 有的时候比较 你说灯越强的方式 你写手 越多呢 女人的时候 拍影的那时候 光越强 也蛮会让它轻微较 对 对 那个拍女性朋友的时候 我们用的光越有 它那个影子就会 会软 不会很硬 还有你那个光 就是说 打得亮一点 有时候我们 你看到我们拍那种广告 它都会用很多 你看这边 这样 左边 然后下面 就是基本上连一点影子都没有 它就是要显得 比如说特别是那种化妆品的那个广告 它就是要你那个皮肤的那种鋸感 都体现得非常好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尽量没有西角的去曝光 没有西角就是说 这边左右 前面 可能用四五只的 下面还有一个反光板 这个就是说 让它一点影子都没有 这个时候人的皮肤就会 光有很均匀的时候 皮肤就会 不会那么那么那么的 你看如果缺光 比如说 它那个毛孔 都会很清晰的 你应该知道这个 所以拍男人的时候 没关系 比如说我这里有一个疤 有一个疤 可能会显得更绵一点 但问题就是说 拍女生朋友的话 你光亮一点的话 皮肤真的会好一点 有时候我还故意 拍女性朋友的时候 会在正常曝光的时候 加一点 加三分之一 或者加三分之二 让脸上有一点点过曝 就是这种过曝 不是说曝得没有细节 而是比那个相机的标准 还要高一点点 这样的话脸上它就会白很多 那我们中国人嘛 就都喜欢那种白白嫩嫩的那种效果 那后期拍的时候不够白 后期还要加白一点 再磨磨皮 这个 对对对 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 你是收不到钱的 这个通常我就说 你加曝光补偿 加高一点 当然我们这种光 我一般都是用那个M打 M打就是手动曝光 不会用AV 不要用AV 这个 这个我可以强调讲一下 特别是我们这种黑的背景 我为什么一定不会用AV模式去拍呢 AV模式 它是浅衣服或者那个深色衣服 你拍每一张都不一样的 缺乏你对那个脸上 对衣服对后面背景 都会不一样 所以我们拍这种 室友的光的时候 一定要用M打 那个手动曝光 不要用AV模式 AV模式的时候 很多时候它会曝光 因为受那个黑背景的影响 如果是白色背景 它会天暗 就是相机的问题 不是你的问题 不是你技术的问题 是相机的曝光问题 差不多了 OK 再说完这个就得了 OK 这个是手动曝光 就是基本上我每一次 我都会跟你们想 手动曝光 光线是多少 那个放门速度 ISO多少 这个是拍每一张都一样 你手动曝光 所以缺好光之后 就尽量用手动曝光 那 我们就是还剩下的时间 会讲说要你们都来练练一下 那我们就是 这个化妆这个 其实没有太大的 因为你不画 但是画了妆之后 拍出来会更好看 所以基本上我都会建议 我自己拍的模特 我一定会找那个作业的人去化妆 因为 病障是不影响的 都这样拍 但出来的效果 化了妆会更好看 而模特会好看 那 我们现在拍是 从这个角度拍 还是从这个角度拍 你们 是从这边拍 这边 OK 那就 对 那现在就 那个方向买饭 那我们就 复赏 OK 优优 medicine 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